全球鞋子 一路鞋子 哇... 姐姐... 妳東西也擠進去 啊 都擠到裡面 都擠到裡面 船上的家 船上的家 船上 哇... 東西都鋸了 我講一下 把東西都撩到不利 都撩到不利 中間都要撩到不利 這種的還要幫你一百 都撩到不利 也孫心的 她說妳去一下 再去一下 點多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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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那一隻 打得到不利 進去 去 找不到 你去找不到 他在去 中間 是 他的 他在家 人家 有什麼正行啊?我電視台去這裡 什麼正行啊? 對,對,對 水就不能過了,我們就賺錢去了 我們就賺錢了 每年就賺錢了,就賺錢了 每年就賺錢了 不行啊,我們就賺錢了 這今天是稍稠的 今天要賺錢了,他們要賺錢了 要賺錢了 我現在看一看,東西撥起來了 東西撥起來了 這... 今天要賺錢了 今天要賺錢了 哇 這個要賺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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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電視 沒有要賺錢了 哦 我沒有賺錢了 哦 好好好 啊,東西撥起來了 撥起來了 我來車,我去家 你去家 哈哈哈哈 今天去這裡燒爐 燒爐 今天去這裡,還有15樓的 這個要賺錢了 這個要賺錢了 嗯 哇,這個啊,你這也走進去啊 整個啊 哇 啊,東西都沒有辦法關掉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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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都出來了 哇,東西都出來了 這些都出來了 這些都出來了 哇 哦 你這家人 哦,一間討厭很前而已啊 就應該的啊 對啊 那啊 天空啊 不過媽媽的,六間,七間不敢去 absorbs 哦 你的豆腐都是... 都脫了哦 以前是... 七間不敢去ager啊 阿爸 他醜了 啊 那個人是最佳人的 他在那個天空 他在那個天空 這一個天空 專家 tun 超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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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風頭啦 風頭啊 哇這樣不勾到 我臭喔 臭到自己下 你... 在那邊看起來 臭 還很毛 很毛 大家早安 西洋鼠持續針對今年第三號颱風凱米 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這個颱風目前的中心位置 是在新竹的西北西方 大概80公里的海面上 我們從微星圓圖上面可以看到 它的暴風半徑呢 其實還是籠罩在大部分的台灣上空 而且隨著颱風逐漸的往西北方向前進 大概會在今天傍晚的前後 會登陸到中國的福建的沿岸 此時會是對於金門跟馬祖來說 影響最大的時候 要提醒當地的民眾 要趕快做好防海準備 因為風雨會逐漸的增強 另外在這段時間 隨著颱風往西北移動 屏東地區其實已經脫離它的暴風圈了 因此在這一報的警戒區有略為縮小 到高雄以北以及東半部 澎湖金門馬祖地區 但是我們還是要提醒 這個颱風它南側伴隨了非常旺盛的對流雲系 因此雖然脫離了暴風圈 但是中部跟南部的風雨還是相當的強勁的 要提醒大家在今天都要留意強風好雨的現象 那我們從在風力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雷達回波圖 來看一下目前降雨的狀態 剛剛有提到 在颱風目前是已經來到了台灣海峽北部了 但是在南側它的對流發展還是相當的旺盛 所以這段時間其實在 西半部地區 尤其中南部的降雨還是相當的明顯 而且我們可以注意到這當中有一些 發展比較像紅色區域 這個是對流發展比較旺盛的地方 當它在移入的時候就會帶來 石雨量超過100毫米的短延時的強降雨 那過去這幾個小時其實在高雄跟屏東 都有部分的側站 石雨量超過100毫米 這是非常大的降雨 而從昨天到今天 颱風影響的期間 其實這個颱風也帶來了相當可觀的累積雨量 我們從23號一路累積到目前 今天早上8點20分的累積雨量上可以看到 最大的累積雨量目前 還是在宜蘭的太平山 有超過1200毫米 但是在這段時間 持著颱風逐漸進入台灣海峽 我們這邊開始吹起西南風之後 中部跟南部的降雨就變得比較明顯了 尤其在高雄跟屏東 都有部分的山區已經超過1000毫米以上 我們預計這樣子的降雨還是會持續的 從電量降水預報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一直到今天的白天 其實包括整個西半部 尤其是苗栗以南 地區都有可能出現 豪雨等級以上的 強降雨出現 其他地方的話 還是會有一些間接性的大雨或豪雨 我們也持續發佈好大的特報 另外包括了澎湖 雨勢也是相當明顯 金門跟馬祖的部分的話 今天雨勢也會逐步的增加 到了今天的晚上 颱風逐漸的接近華南沿南 我們預計金門跟馬祖 也是會有比較明顯的風雨出現 我們同時可以看到 其實到今天晚上 西半部的降雨有略微減少 但是整體的量值 還是相當的大 那一直要到 26號 整體的降雨才會有稍微趨緩的趨勢 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中部跟南部的山區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出現 所以要提醒中南部的朋友 在今天還是要特別留意豪雨的現象 另外一個部分 是風的部分 雖然颱風它的強度是有逐漸在減弱 但是這幾個小時我們還是在觀測到非常大的震風 從今天零點一直到 剛剛的震風的觀測圖上 我們可以看到 比較大的震風分成兩個區域 包括像迎風面的彰化以南 一直到橫春半島 還有澎湖這邊 我們還是觀測到沿海 10級到11級的強震風 我們預計這個樣子的情況在今天白天還是會持續 另外一個強風的區域 則是在比較靠近東北角的地方 包括蘇澳震風有來到12級 基隆的震風呢 目前也有11級的震風出現 沿海的空曠地方甚至有12到13級的強震風 我們同時還是要提醒 這個區域的風力雖然 不會像昨天颱風直接清洗的時候那麼大 但是其實沿海還是會有非常大的震風 出現 所以要提醒大家 要特別注意安全 因此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各地區在今天需要注意的狀況 首先是在新竹以南 也就是西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豪雨甚至豪雨等級以上的降雨出現 預計這個狀況在今天一整天都會持續 那強風的部分的話也是要特別注意 台東跟澎湖同樣也是在強降雨的區域當中 所以還是要留意豪雨以及強沒現象 金門馬祖則是接下來颱風要接近的區域 所以今天會開始感受到 風跟雨有明顯加強的趨勢 另外在其他的地方 雖然說風力也許不會像昨天颱風剛登陸的時候 這麼強 但是還是有些間接性的強風 以及間接性的大雲 外出同樣還是要注意安全 颱風雖然已經出海了 但今天還是它在清洗我們的時候 依照目前的 依照目前的 這個計算來看的話 大概會是在今天晚上到深夜 它的暴風圈有機會脫離台灣陸地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